小鼠音一飛 鳳大人 好久不見的藝人李炳輝 神采奕奕公開露面 演唱自己的招牌曲 而她今天的搭檔 就是代表北投的樂情大師陳明章 兩人同台為5月14號展開的 夏日沒停樂逍遙活動熱情站台 今天晚上八道 一般大家 如果有看我們晚上八道做人家 大家做得很棒就好嗎 好 我們要繼續吃 希望大家來北投了解 我們夏日的文化和月圈的文化 我已經準備這準備七年了 準備七年了 所以今年開始 好幾次連梅亭來開始 整個北投的溫泉和音樂 以及整個台北文化 我們會全面的結合 所以很高興 新北投是在上半年 成為台北市的十大景點 那這個從今年夏天起 我們可以在陳明章老師的音樂中 在樂琴的歌聲中 那來一起推展我們不一樣的溫泉文化 五點樂琴上 彩繪著北投大自然的花鳥之物 阿嬤畫家曾鳳莉畫出對家鄉土地的熱愛 不但手稿跟彩繪樂琴 將在媒庭展出 另外還有下午茶音樂會 黃昏拿喀喜跟民謠彈唱 要讓民眾親臨感受 主辦單位台北市官傳局 希望透過音樂會跟靜態展覽 等等多元方式 呈現北投的人文 藝術風華 剛才剛才的人文 藝術風華 像本音樂 HAR